近日,由大S为首的七仙女姐妹团,一个个都深陷负面风波中,除了早已退圈的吴佩慈外,几乎每个人都卷入到风波中,本以为只有吴佩慈能独善其身,结果她的日子也不好过,因为负伤男友季晓波欠了一屁股债,导致她被波及,豪门梦这下彻底破灭了。 7月5日,据港媒报道,在中国香港奸杀嘴海港城外的街头上,突然出现了两张追债海报,内容直指九头深女星与未婚夫为国际大佬签。 据悉,照片中的男子未记性香港富商,女子姓吴,过去则被遇九头深美女。 从给出的信息来看,指向性很明显了,就是被誉为九头深美女的吴佩慈和她的富商男友季晓波。 另外,海报上还贴上了吴佩慈与季晓波的合影,虽然媒体给达玛处理了,但一眼就认出确实是吴佩慈。 讨债海报上还写着吴佩慈,季晓波已穷途陌路,奢债度日。 另一张海报则将周润发新电影《海报》中的脸皮成了季晓波,大大写着,别叫我赌神,叫我老千,主演季晓波。 可以看到,两人的追债海报被丢在街头,看来讨债方在拿不到钱的情况下,才想到了如此办法。 这下吴佩慈与季晓波可出名了,不知这种情况下,季晓波会不会赶快把对方的钱给还上,省得让吴佩慈与四个孩子跟着被波及。 据港媒报道,吴佩慈未婚夫近年来多次卷入财昆风波中,还多次被告上法庭,包括被指欠债1亿元港币,被入禀追讨公司于541万港币的欠租款项。 看来,债主现在已经联系不上季晓波,这才出此下策去街头发海报追债,不知道吴佩慈未婚夫是不是为了躲债藏起来了。 截止发稿前,两人就此事还没有回应。 早在之前很多人都质疑吴佩慈接连生了四胎都嫁不进豪门,是不是被对方当成了生子机器。 还有人质疑他接连生下四个孩子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豪门的地位。 针对此事,吴佩慈曾回应说,自己跟另一半喜欢孩子所以才会生四胎。 如今来看,两人迟迟不领政,恐怕也是怕季晓波一旦出事,吴佩慈至少能全身而退,能保全自己和孩子,不会像安以轩那样。 这样看,吴佩慈还是挺聪明的。 据悉,吴佩慈曾出演了不少作品,但自从他与季晓波在一起后, 就宣布退圈安心当全职太太,先后生下四个孩子,而且这四个孩子都是剖妇产。 如今豪门没家进去还要跟着季晓波一起还债,她的日子恐怕也不是那么好过。 早年大S人活跃在娱乐圈时,和小S、吴佩慈、阿雅等人组成了弯弯七仙女。 陈建中也透露几人常一起逛街、吃饭,可如今七仙女中却有三人被黄子脚控诉。 这还没完,七仙女中的另一位吴佩慈也近况凄惨。 他和老公季晓波被当街追。 7月5日,有瓜主爆料尖沙嘴海港城外出现了两张追债海报,上面印着季晓波和吴佩慈,称季晓波是大老千穷途末路,奢债度日。 从晒出的照片来看,地上确实有一张追债海报,海报上引用了周润发主演的别叫我赌神,并配文叫我死老千,主演季晓波。 另一张海报中则晒出了季晓波和吴佩慈的合影,下面还配上了一些追债的话语。 言辞十分犀利,对此,有网友感慨吴佩慈豪门梦碎,一位女明星居然沦落到被人当街追债的地步,实在令人唏嘘。 事实上,吴佩慈的老公季晓波已不是第一次被人当街追债,早在九年前季晓波便被报欠债一个亿,还拖欠了百万房租。 2014年3月,媒体报道吴佩慈的富豪男友仪欠债,街头出现了债务追讨令,追债令上同浪晒出了季晓波和吴佩慈的海报,并用大字写着老千季晓波,吴佩慈老公。 2020年,季晓波也深陷两宗官司。 2020年5月,季晓波与母亲担保一间公司,月租180万元,却因欠租被业主诉至高等法院追讨,合共于541万元并要求清空单位。 随后吴佩慈称是因防疫缘故员工尚未回办公室办公,因而忘了存入支票。 男友发现事件已立刻付款,并直言这是小事一桩。 没想到2020年10月,季晓波又被有人冯宇峰告上法庭。 冯宇峰称,他于2019年1月借款1亿元给季晓波,季晓波需于2019年12月30日获之前还清,若未能在该天获之前还款,需令支付利息,每天利率为0.13%, 可到了还款日期,季晓波没有如约还款,有人于是将其告上法庭。 对此,吴佩慈表示,没有这笔欠款,我们会反告他。 这些年,关于季晓波是伟豪们的说法甚嚣尘上,香港街头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追债令,但季晓波几乎都不回应,往往是吴佩慈站出来发声,只是不知道这一次吴佩慈准备如何回应。 对此,有网友表示吴佩慈和季晓波并未结婚,这件事情与他无关。 的确,吴佩慈从2013年到2020年陆续为季晓波诞下了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,但却始终没有登记结婚,有人称是季家看不上吴佩慈,但如今看来,不结婚才是真爱。 弯弯七仙女,哥哥长相靓丽,绞尽脑汁嫁入豪门,可在光鲜亮丽的外表下却有着令人作呕的嘴脸,这一次娱乐圈大爆炸,也终于逐一扯开了他们的遮羞补,如今看来,所谓的七仙女,实在是讽刺。 在这个笑评不笑娼的时代,很多已经已经将钱放在一切之上,甚至为了钱可以将自己当作任由交易的商品,可以抛弃任何尊严。 吴佩慈,就是最好的写照,论美貌,吴佩慈排名第一,论招人艳,他同样也是第一。 吴佩慈的好闺蜜,同为七仙女的小S徐希蒂,是如此评价他的,事实上也确实如他所言。 但论美貌的话,整个台鱼圈内,真正能够比得过吴佩慈的少之又少,大小S之刘与他根本没法比,刘若英,郭彩杰只能算是耐看,称不上经验。 只有吴佩慈,无论是纯天然容颜,还是九头生活辣比例,都是是圈内独一份的,一出道,就引得粉丝纷纷猜测,漂亮的美女,最后到底便宜谁呢? 很快,这个问题就有了答案,吴佩慈便宜给了富商纪小波,说便宜也不准确,毕竟纪小波可是实实在在给了吴佩慈56亿,但说不便宜吧,吴佩慈六年间给高小波生了四个孩子,却始终无名无分,连一张结婚证都换不来。 季小波一家的意思也很明显,孩子认了,大人不行,吴佩慈对季小波来说,就是一个可以随时释放欲望,随时抛弃的生育工具,好心人拉过来哄哄,不高兴直接甩脸色扔到一边。 季小波已经对吴佩慈的厌恶与不耐烦写到了脸上,吴佩慈却依旧丝毫不在意,感觉成为他挥之急来呼之急去的玩物,这其中除了季小波实在是给的太多了意外,也与吴佩慈本身爱慕虚荣,凡是要争第一的性格有关。 在2012年,吴佩慈终于勾搭上了百亿富豪季小波,吴佩慈喜欢季小波嘛,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 在先前的时候,吴佩慈与季小波曾闹过分手,吴佩慈当着所有媒体的面,亲口承认与季小波性格不合。 但奇怪的是,仅仅四个月之后,吴佩慈又改口主动求复合,称在这段感情中,他自己付出的还不够,离开,是因为手中的筹码不够, 后来,是因为离开季小波之后,再也找不到这么优质的男人。 对于吴佩慈来说,婚姻也是自己炫耀的资本,也是因此,他必须要嫁入豪门,但吴佩慈不知道的是,一旦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,他在别人中的价格就不存在了。 为了加入豪门,为了嫁给季小波,吴佩慈付出了很多,在没有婚约承诺的情况下,吴佩慈为季小波生下来一个女儿。 只是因为吴小波送给他一枚石克拉的赞戒,但可惜的是,孩子是出生了,但吴佩慈依旧没有等到季小波的婚约。 这个时候,其实名眼人都能够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偏偏吴佩慈还在骗自己,他认为,一定是自己生出来的是一个女儿的原因。 于是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仅仅二十个月之后,吴佩慈又生下了一个儿子,但这一次吴佩慈依旧没有如愿以偿。 他能做的,也只是不停地生,不停地生,这是他唯一的筹码。 六年间,剩下了四个孩子,却始终没有得到季小波的认可,或者说,从始至终,季小波压根都不喜欢吴佩慈,也压根没有想过要娶他,只是因为他被财富蒙蔽了眼睛,错估了自己的重要程度罢了。 吴佩慈讨好老公,讨好婆婆,婆婆过生日送了一条价值九亿的巨龙,却依旧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,如今已经十年过去,他却依旧是编外人士,外了钱,这么苦苦追求一个压根没有爱的人,甚至到最后连证件都得不到,不知道他是否会感到后悔。